到处都是丁螺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聪 太冷了还要跑起来 看一下我们乡下的大海漂不漂亮 中国大陆最南端 最长的海岸线 蛤蜊啊 一般剪的蛤蜊都会比较大 蛤的话就小一点 又一个 这是壳 一样的哦 这漂亮吗 虾你看 这是海虾来的 你看 好漂亮 但是我们的虾缸不是这种虾 是白的那种 透明透明的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品种 那腿有点红红的 又来一条你看 漂亮 刚刚搁浅了 哎呀呀呀呀呀 功夫还挺厉害的 活骨鱼啊 这死了很久了 你看 这么小 哇 好大 哎呀呀呀呀 活骨还没来 它就 好像感受到我要来 哇 哇 发了狂 你看 活骨都洞里面了 来来来来 哎呀 哇 哇 好长的腿呀 兰花线 那你看到没有 这只不是很肥 因为看到这个壳都透明透明的 还不错 死的虾 很少见 就这样扑着一个 别咬我 哎呦 把这边 哎呀 差点 一伸手的话 就非得 咬 这夹子不给力呀 这夹子不给力呀 哇 你看 怎么这么多 魔鬼鱼啊 哇 这是咋回事哦 难怪今天 也看到了一些 啊 你看这皮肤都死了很久了 又这汉糊鸭鸭鸭 dropdown了 它放到海洋里面为其他鱼了 它放到海洋里面为其他鱼了 把它放了 我家没有鸭子了 把它丢到海洋里面为其他鱼了 让它死的也有价值一点 太可怜了 刚刚我说那位叔叔说 他之前也抓到有这种情况 就是魔鬼鱼生小孩啊 生了一波 我说是不是在海里面生生了 死了然后飘上来 他说不是 他说在岸边生的 有这样的事吗 我从来都没见过 他说尽多不怪了 他之前抓到一条魔鬼鱼是15斤的 也是生了很多宝宝 都优得了 哎呦 全部把它丢了 因为我们家没有鸭子啊 因为我们家没有鸭子啊 让它回馈大自然吧 那使得有价值一点 哎 二十条 刚好二十条 全部都丢了 哎呦 哎呦 难发现 今天太难了 干了这么久的海 我第一次见到魔鬼鱼生的这么多宝宝 二十胎 那位叔叔说他之前也见过 反正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第一次见 所以他不说的话我都不敢相信的 好了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刚刚退潮 你看看这个纹理漂不漂亮 像沙漠一样的 今天好多人在捕鱼啊 你看 这沙子像面粉那么软 如果有螃蟹握在这里的话 根本就发现不了的 还是能找到一些没有握沙子的 哎呀 看到没有刚刚 这下来下 哎 反发现 刚刚他想爬到洞里面去 被我赶出来了 嗯 拿滑袭啊 那只 可以吧 感觉比那只还大一点啊 哎哟 哎哟 想不到他力气还挺大的 抓住了都被他躺下来 你看我们的沙滩水锅干净啊 只有乡下的地方才有这么好的 环境啊 两条哦 哎呀给他 好像洞里面了太滑了 哦哦哦 两条都跑了 齿棒来的 啊 哇 你看 哎 哇 好大的石斑 你看这块石头 最少的一百多斤 我刚刚帮的时候 差点就省着腰了 给它跑了一条 不知道那条跑到哪里去了 好凶啊 这里的石头缝太多 如果你不知道 它钻到哪个缝里面的话 你想把它捣出来 真的是大海捞针的 跑不容易发现了 两条极品大货 给它跑了 真的很可惜 石斑鱼不同品种的价格也不一样 有一些卖几百块钱都有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聪 等一下回去 本人家设计一个伊拉堡 所以就不分享美食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你们收看 吃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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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